前隆六年 公元1741年 秋天的一个早晨 清朝名臣张廷玉 怀疑自己出门没看皇历 因为他竟然被人弹劾了 弹劾张廷玉的奏折中写道 张 内容很长 简要的意思是说 张廷玉身为朝廷重臣 却不知道谨慎处事 在张廷玉的老家同城 张、姚、张廷玉七族 二姓的士绅 借着张廷玉的名头 频繁进入官场 如今同城章 姚二姓官员在全国已达二十七人之多 朝廷应该约束张廷玉 并且抑制同城二姓时身 这份弹劾让张廷玉 这份弹劾让张廷玉冷汉直流 张廷玉身为饱和殿大学士 三朝元老 几乎所有汉族大臣都以他马首是瞻 以他在朝中的威望 十余年都没被人弹劾了 这一次竟然被英拙了眼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一次弹劾他的人 竟然是一位汉臣 他的名字叫刘统勋 实际上 刘统勋不仅弹劾了张廷玉 他还同时弹劾了 另外一位大学士那亲 一口气弹劾两位内阁大学士 让刘统勋瞬间鸣动朝野 此后数年 刘统勋在立志、军事、曹运、智河等方面 为清朝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成为了清朝唯一的真宰相 本期影片将和大家详细地分享刘统勋 希望通过史料和分析 让大家了解一位俯首甘为 如子牛的清代名臣 清朝顺治九年 山东诸城一位53岁的考生进京赶考 一举考中进士 年过半百的他欣喜若狂 这位考生名叫刘统勋 35年后 康熙24年 刘统勋的儿子刘统也顺利考中进士 刘统在清朝是著名的清官 曾官至四川不正史 于康熙57年 累死于任上 需要说明的是 雍正帝还是皇子时 曾重点经营川陕一代 因此他和刘统勋打过交道 到了雍正二年 一位叫刘统勋的举人参加科举春围 高中二甲第十七名 雍正见他祖籍是山东诸城县人 便问他和刘统勋是何关系 刘统勋回答道 刘起正是先父 刘碧显是先祖父 雍正感慨道 你们刘家一门三代三位进士 可谓心火相传 十分不易 你要继承你祖 父之风 做一个好官 雍正没想到的是 若干年后 刘统勋的儿子刘雍 孙子刘绣之 也先后登上姓榜 刘家五代五位进士 纵观史书也十分罕见 在刘家五代人中 最著名的不是后世画本中的 刘罗郭 刘雍 而是刘统勋 刘统勋为官五十年 不仅是家族 成前起后的关键人物 更是乾隆王朝 不可或缺的大人物 青史稿列传八十九记载 刘统勋自言清 山东诸城人 父亲 官四川不证实 刘统勋 自言清 康熙三十八年 一七零零年 出生于陕西汉中府 当时他的父亲担任 汉中宁枪之州 刘统勋身为长子 从小备受父亲重视 刘统勋十四岁考中秀才 十八岁重举 康熙五十七年 正值朝廷三年一度的科举大考 十九岁的刘统勋收拾行囊 打算进京赶考 这时传来了一个坏消息 担任四川不证史的父亲刘起病危 他不顾家人反对 毅然放弃科考 专心照顾父亲 当年 其父病逝于任上 刘统勋首支三年 雍正二年 刘统勋再次入京参加春围 高中二甲第十七名 随后被选为数集市 留在了汉林院 因为其父的缘故 雍正对刘统勋比较照顾 雍正后期 刘统勋曾担任南书房行走 协助雍正处理部分政务 这期间 张廷玉担任宝和殿大学士 是雍正的左膀右臂 刘统勋在南书房 在某种程度上说 张 刘二人 曾是上下级关系 只是张廷玉没有想到的是 刘统勋后来会弹劾自己 开挂的仕途 雍正十三年 雍正帝于圆明园驾崩 皇四子弘历即位 视为乾隆帝 乾隆的登基 也是刘统勋仕途的关键点 根据青史稿 刘统勋传记载 乾隆元年 卓内阁学士 命从大学士姬曾云 赴浙江学习海棠工程 二年 寿刑部侍郎 刘浙江 三年 还朝 从乾隆元年到乾隆三年 刘统勋可谓青云直上 他先被乾隆拔着为内阁学士 然后被安排到外地进修 跟着大学士基层云到浙江学习治水 第二年 他还在浙江 就被提拔为刑部侍郎 第三年 刘统勋被召回京城 那么 是什么原因让刘统勋 在乾隆初年的仕途如此开挂呢 小编分析 存在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 乾隆登基之初 表面上依赖张廷玉 鄂尔泰等大臣 实际上一直在着手 培养自己的新势力 第二 刘统勋祖孙三代 都是清朝晋士 政治背景过硬 第三 刘统勋长期在南书房行走 政治经验丰富 且年富力强 乾隆登基时 刘统勋仅三十六岁 以上三个原因 让刘统勋被乾隆锁定为培养对象 也就是说 如果刘统勋品格过硬 能力突出 若干年后 他必将成为乾隆王朝的一颗政治新星 事实证明 刘统勋没有让乾隆失望 这是后话了 乾隆四年到乾隆六年 是刘统勋仕途的真空期 因为他的母亲病逝 他辞官守孝 待到乾隆六年秋天 刘统勋复出 刚刚到京城就被乾隆任命为 督察院佐都御使 此时的刘统勋愁满志 他上任的第一天就直接弹劾张廷玉和乐钦 弹劾张廷玉围观不紧 张 姚二姓子弟届是遍布朝堂 弹劾乐钦在吏部和户部搞一言堂 容不下不同意见 张廷玉是三朝老臣 威望极高 乐钦是乾隆新提拔的内阁大学士 属于新贵 刘统勋对二人的弹劾很快朝野皆知 这件事最终造成两个结果 一 张廷玉和乐钦当着百官的面向乾隆请罪 二 刘统勋名声大振 需要说明的是 刘统勋弹劾张 那二人并非孤名调狱 而是证据确凿 在他心目中 不管是老臣还是新贵 有问题就要接受御使的弹劾 而他自己作为督察院佐都御使 自然则无旁贷 北宋文学家苏氏在私事册问说 君子以其身之正 知人之不正 以人之不正 知其身之所谓正也 刘统勋通过自己刚正不阿的性格 践行了上述话语 至何能臣立千秋 黄河水患自古就有 古人曾有三年两绝口 百年一改道之说 据统计 在中国古代史上 黄河绝口的次数多达一千五百多次 黄河也经过二十六次较大的改道 在清朝康庸年间 朝廷为了治和也费了大力气 然而效果并不显著 这期间也出过许多治和名臣 例如晋辅 高宾等 而本期影片的主人公刘统勋 在治和方面 也可谓鞠躬尽脆 清朝乾隆十一年 黄河下游再次决堤 灾情紧急 山东等地哀鸿遍野 乾隆急调自己的救火队长 刘统勋前往山东 任命刘统勋为曹运总督 负责修理河道 治水救灾 刘统勋到达山东后 将总督衙门搬到河道上 他每天赤脚办公 酬粮输水 后来 大学士高宾被乾隆派往河道巡查 他看到刘统勋如此顽命地工作 感慨道 若我大清每一位总督都如刘延青 天下岂不大志 在刘统勋的努力下 灾民们得到了妥善安置和救济 而后 刘统勋开始着手他的治和大业 根据青史稿 刘统勋传记载 石运河盛长 统勋请训辽城引河 分运河水注入海 德州少马营 东平戴村二坝 揭改令堤 移州江峰口二坝 四秋后培高 鼻水有所泄 当时运河水长 刘统勋为了提前防止水罐下游 尚书肯请通过训辽城引河分流 将运河之水直接引入大海 又紧急下令削减德州少马营和东平戴村两处堤坝的高度 然后又提升移州江峰口两处的坝高 结果成功阻断洪水 避免了溃坝和水灾 刘统勋的一系列操作 拯救了百万百姓 也得到了乾隆的肯定 然而长期在堤坝上的操劳 让他染上了咳疾 这种病痛折磨刘统勋数年 治水完成后 刘统勋被乾隆召回京城 担任公部尚书 不久又调任刑部尚书 这一年是乾隆十三年 也就是说 刘统勋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 以及乾隆的眷顾 只用了十三年的时间 就成为了六部尚书之一 乾隆二十一年 刘统勋已经升任太子太傅 当年六月盛夏 铜山县黄河漫坝 和务总督傅乐贺因无能被撤职 刘统勋临危受命 再次南下修河 刘统勋抢修堤坝 亲自指挥 终于赶在冬季冻土之前完工 五年后 河南黄河决堤 刘统勋 待病复育 完成抢修 此后 刘统勋又在乾隆二十七年 三十二年和三十四年疏通黄河和运河 治水之功力在千秋 铁面无私城贪官 刘统勋不仅在治河方面功勋卓著 在治滩方面更是一把好手 乾隆十八年 江南河道接连发生事故 乾隆派刘统勋前往彻查 刘统勋刚到江南就受到层层阻挠 江南河道衙门 两江总督衙门纷纷出面劝刘统勋和光同臣 刘统勋表面上给足大家面子 暗地里雷厉风行 通过一个月的详查 查出江南官员贪污巨额修和银两 河道账目亏空严重 刘统勋一指奏书直达乾隆 斩首和罢免官员多达三十余人 乾隆二十六年 刘统勋在河南微服私访 查出巡抚衙门的官吏 借劳役之名勒索百姓 刘统勋一怒之下将官吏腰斩 并且上奏乾隆 弹劾河南巡抚 管束不严 师位素参 乾隆中后期 清廷日益奢靡 官员贪腐乘封 刘统勋的反腐 可谓是乾隆王朝的一股清流 根据清史稿的记载 仅被刘统勋查出贪腐证据的 军政大力多达十余人 例如 乾隆二十三年 云贵总督衡文 和云南巡抚郭一玉 因贪污金铜禁物 被刘统勋所查 乾隆二十五年 刘统勋先查出西安将军 都赖克扣军饷 又查出山西规划 将军宝德侵吞公款案 刘统勋查出的官员 有封江大力 也有军中汉将 这些人为了阻挠朝廷查案 自然把矛头对准刘统勋 因此刘统勋面临多次威胁和利诱 甚至暗杀 但刘统勋没有一次屈服 典故纪文中有一句话 有正大不阿 不行私业者 刘统勋不畏权贵 铁面无私 配得上正大不阿四个字 刘统勋通过自己的刚正 为乾隆王朝的励志 做出了卓越贡献 同时 他也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 奉献了力量 清朝乾隆十七年 刘统勋进入了 清廷的权力机构 军机处 为了巩固清廷对西域的统治 刘统勋亲自带队 远赴西北勘查地形 刘统勋一行人 到达了天山以北 巴尔喀什湖以西等地 现场实测 绘制了详细的地理水文资料 最终成为清朝西域图制 刘统勋等人编撰的西域图制 后来被乾隆更名为 《亲定黄于西域图制》 内容包含江域、山脉、水文、官制、兵房、屯田 等多方面内容 是中国古代史上 最详细的西北地理人文资料之一 时至今日 该书仍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是现代相关科学 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另外 清朝乾隆年间 最重要的文化书籍 四库全书的编撰 刘统勋也功不可没 后人大多知道 四库全书的总转官是纪云 实际上 在纪云之前 刘统勋长期担任 四库全书的总裁官 小编认为 我们评价一个古人 首先要看他对历史的发展 文化的传承 有没有较为重要的贡献 而刘统勋 正是私人 清朝真宰相 自明太祖朱元璋废除 宰相制度以后 中国古代的宰相 就已经空玄多年 但到了明朝中后期 内阁大学士 渐渐成了宰相的代名词 清朝雍正七年 军机处成立 因此 在乾隆年间 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 才有资格被诗人称为宰相 刘统勋自雍正二年进入官场 历经南书房行走 左都御史 曹运总督 功部尚书 刑部尚书 太子太父等职 到了乾隆十七年 刘统勋担任军机大臣 乾隆二十六年 刘统勋正式被败为 东阁大学士 成为了清朝真正意义上的宰相 在此后的十二年里 刘统勋一直是内阁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 他清政廉洁 为民请命 在政治 和道 励志 文化等方面 为清朝画上了独特的烙印 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晨 刘统勋拖着病体成教入宫上朝 行至东华门时 教内突然向右倾斜 教夫赶紧查看情况 发现刘统勋双目紧闭 死于教中 乾隆听闻后 亲往东华门 悲痛不已 刘统勋去世时 享年七十五岁 古人称七十岁为 悬车之年 意思是官员到了七十岁 就可以把官车收起来 毫无牵挂地退休回乡了 但刘统勋却在七十五岁高龄时 活活累死在去上朝的路上 诸葛亮云 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 刘统勋践行了这八个字 青史稿 刘统勋传记载 上临其丧 见其减肃 为之痛 回避至乾清门 刘统为诸臣约 朕失一股功 继而约 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 刘统勋去世后 乾隆来到他家中吊咽 发现刘统勋家门窄小 家中简朴 感动不已 回宫的路上 乾隆忍不住 哭着对群臣说 刘统勋去了 朕失去一位功骨之臣呢 又说到 刘统勋不愧是 大清朝的真宰相 纵观乾隆在位六十年 再也未称 其他人为真宰相 纵观清朝二百七十六年国作 史书上再未称 其他人为真宰相 当日乾隆下旨 追授刘统勋为太父 世后文正 清朝一共有八位大臣 或是文正 但初末就获得此世后者 刘统勋是第一人 生为万民 死是文正 刘统勋为官五十年 做了十二年宰相 他镇绩灾民 为民请命 他惩治贪官 为国除害 他治理河道 立在千秋 他编撰图书 造福后世 他清平简朴 是难得一见的真宰相 宋人章在说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迹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抛开刘统勋身上的 封建因素不论 刘统勋所践行的 正是中华古代 读书人的最高信仰 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一个令人尊敬的人 一个值得后世学习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